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刚刚马大医学系那方面 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今年马大的医学系有126个毕业生 还没有正式毕业的 但是他们已经去了新加坡面试 而且已经通过了 而且已经成功被录取了 总共有40% 50个人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夸张的数字 你想一下马来西亚的最高学府 马大医学系 100%的学生里面 40%已经准备要过去新加坡做工了 这个课题呢 可以延伸去很多角度来谈 等一下我会一个一个来讲 首先呢 我就先告诉你们 第一个角度就是呢 你知道啊 如果我们这样多 政府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医学生 如果是一毕业就马上去新加坡做工 而且是一去不回头 永远不会回来马来西亚那种 你知道啊 我们政府要花掉多少钱吗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啊 其实 医学系跟我牙科系 那个政府大学的学费 是差不了几年的 因为都是象征式首费 怎样象征式首费呢 就是啊 我举我的例子 我是20年前2004年 读牙科的 然后也是马大牙科 然后2009年毕业 OK 那五年里面啊 我是跟这个政府接这个PTPDN 然后它的数目是多少呢 就是一年有七千块 一年七千块 然后五年就三万五千块 然后你要知道 这三万五千块里面啊 它足以让我还完 这五年里面的所有的学费 给它学费真的是几千块 象征式罢了 我们这些马大生油 PTPDN的啊 我们根本都不把学费当做是一回事的 因为是非常象征式的 它的开销 甚至比我们吃吃饭的开销 还要低的那种 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把当一回事的 所以我五年借了三万五千块 学费够还完 而且还足够给我们在外面租房子 还有吃饭 当然不是山寨海维啦 我们一样是吃几块钱的榨菜饭啦 但是是够了 还有一点点生的那种 所以你可想而止 我三万五千块 包括了五年的学费 还有生活费 还有租房子的钱 所以你可想而止 那个学费其实有多少万啊 OK 我再搬另外一个数据给你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不是读政府的大学 如果你是读私立的大学 我莫说你要去外国读 我就说你在马来西亚本地的私立医科大学读就好 医科跟牙科的学费差不多一样 但是牙科会比较贵一点点 牙科会比医科贵一点点 但是差不了太远了 现在的行情大概是五十万 可能有更便宜的啦 但是average大概是五十万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啦 如果你是在实力读的话 五十万 你在政府读的话 三万五千块呢 还可以包括你五年的生活费 所以你可想而止 你通过这两个数字对比呢 你就可以知道 政府呢 为了培养你一个医生呢 这五年里面呢 他丢了多少钱下去 但是呢 到最后这笔钱呢 是帮新加坡培养人才 OK 在讲到这里可能有人想要骂我什么 不要紧张 我后面我会讲的 不要紧张先 OK 好 OK 首先我要给你们了解一下这个数字 因为呢 经常也是很多人问我 你现在马大牙科学费是多少啊 最近都还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OK 我现在一次过回答你们了 那些好奇这个问题的人 我现在给你们答案了 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第一个知道的东西就是呢 政府为了培养政府大学的一个医生到底要花多少钱 你们可以对比跟私利的学费是怎样 然后 现在呢就是呢 40%的这些政府大学的医学生一毕业就去新加坡一去不回 然后呢新加坡那边呢也非常不客气的 就是多多益善你们全部来全部来 马来西亚政府呢 帮我负责了你们的培育工作 然后我们只需要直接啊 割取他的成果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OK 然后讲到这里啊 我刚才说了 有人会想要骂我了 因为每次我一讲到新加坡就有很多新加坡人要来论我了 你们要论什么我可以帮你们讲买 我知道你们想讲什么了 就想 你们马来西亚自己没有用怪我们新加坡 我没有怪你啊 OK 然后啊 又讲 哎我们新加坡人有付你薪水的嘞 不是白白叫你来做工的 我知道啊 有哪里薪水啊 OK 啊 来来去去就这两句吧 OK 好 OK 不要紧 我其实呢 我完全不敢怪新加坡 我是骂马来西亚无能吧 老实跟你讲 啊 我现在要进入这个话题啊 接下来你们会满意的 OK 就是啊 啊 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当然我们马来西亚当局呢 自己真的是要检讨 完全是马来西亚自己的问题 啊 什么问题呢 OK 首先 第一 马来西亚的这个 呃 职场 没有办法留住 这些在政府大学毕业的医生 啊 这是一个事实 啊 你给一个马大医学生毕业出来 给他选择 左边是留在马来西亚 右边是去新加坡 OK 结果他们选择了去新加坡 这是你马来西亚应该要检讨咯 检讨什么 啊 很多方面要检讨 啊 第一个方面要检讨呢 就是收入问题 啊 我很现实的说 我不管你是做医生还是做什么都好 收入肯定是最主要的考量 啊 在马来西亚做医生的收入 跟在新加坡做医生的收入啊 那个差别不只是三倍 可能是四倍五倍 啊 这是一个事实 啊 所以呢 第一个收入的考量呢 就已经可以把很多人吸引过去新加坡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马来西亚就要检讨 为什么你给不出四五倍的这的薪水 啊 OK 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马来西亚的卫生部的机制也要检讨 这已经是前朝留下来的问题了 你们知道了 就是呢 之前不是有闹过那些医生罢工呢 就是呢 很多医生呢 他们只可以做合约医生 然后合约到了过后啊 这个政府就要替他们出去 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的未来没有被保障 啊 所以他们就跟政府抗议 他们呢 要从合约医生 转正 变成了正式医生 啊 正式变成一个正式的公务员 但是 因为马来西亚现在有医生过剩的问题 而 我们的政府也养不起这么多医生啊 所以呢 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办法解决 啊 你要解决的话 你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 你真的是要准备这么多空位给这些医生添补 第二就是 你要准备这么多钱来付薪水 就这两个问题 啊 不是小问题 这两个问题很难解决一下了啊 OK 所以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啊 那些政府大学毕业出来的医生 啊 也会想 哎 我留在马来西亚啊 我非但薪水很薄 而且呢 我的工作机会还没有受到保障了 跟你做满了一年合约医生过后啊 第二年我可能喝西北风了 这样的话 我不会干脆现在去新加坡算了 啊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啊 啊 然后第三 第三个就比较抽象一点 比较个人一点 就是啊 是什么因素 让一个啊 刚毕业的医生啊 做好了未来的规划 就是决定 他认为他一生人留在新加坡 会好过一生人留在马来西亚 啊 我现在不是说短暂的规划 是说长期的规划 啊 因为去新加坡做医生人 绝大多数都是一去不回头的啊 啊 是什么让他们做了这个决定 他们决定一生人去新加坡 啊 这个马来西亚自己也是要检讨啊 啊 所以新加坡的朋友不要紧张 我没有骂你们新加坡 我骂马来西亚无人罢了啊 OK 所以啊 在这里呢 啊 我们就必须要检讨这一个问题 啊 然后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啊 这个问题呢 其实不只是卫生部的问题 教育部也有问题 整个政府都有问题 啊 甚至去到财政部的问题 我只能说真的是整个政府都有问题 啊 啊 首先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那几个 就是 你整个马来西亚的国力 财力 为什么没有办法给这些医生跟新加坡一样的薪水 这是第一个问题 啊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卫生部了 啊 就是那个 啊 医生太多 然后呢 位置不够 啊 这个问题啊 其实要跟教育部配合 就是呢 要管制一下马来西亚国内那些私立医科 啊 的大学 啊 那些真的是开始有点泛滥的迹象了 啊 以前如果你说你只是控制政府大学所每年培养出来的医生 OK 那个数字还好控制一下 但是私立大学现在还多过国立大学 啊 私立大学每年培养出来的医生啊 远远超过国立大学培养出来的医生 那人数上已经是泛滥 那人数上已经是泛滥已经是不受控制的了 啊 所以呢 每年这样多医生出来政府要怎样守 你要知道啊 以前啊 医生毕业出来啊 在蔡西利的时代啊 医生毕业出来要帮政府打工五年 后来变成四年三年两年一年 越来越短 现在甚至啊 即使是一年啊 都还要在家排队一个一年半年 啊 你讲恐怖吗 啊 所以呢 这第二个问题啊 不是卫生部的问题 教育部的问题也是有 高教部的问题也是有 啊 要怎样重新的控制马来西亚生产医生的速度 啊 这也是一个问题 啊 然后第三 我刚才说的未来规划 长期规划 啊 是什么让一个刚毕业的医生 决定了他一生人要在新加坡 而不是在马来西亚 这个呢 可以说涉及了整个马来西亚政府 啊 以前的政府 现在的政府跟未来的政府 啊 这几代的政府 要共同努力 打造一个跟新加坡一样好的马来西亚 才可以留住这些医生 啊 给 所以你想一下这个工程是几号打 啊 我今天啊 那我相信我已经很清楚要把这些问题全部都点出来了 然后这些问题全部都是要等待解决的 啊 而我可以很客观的告诉你啦 这些问题都很难解决 啊 但是呢 必须要开始去着手处理 一点一点来解决 啊 我不期待你可以一夜之间解决到完 但是啊 起码要开始一点一点来解决 就针对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 我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真的是要一点一点解决 啊 不然的话我告诉你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来说 真的是很浪费 真的是很浪费 很可惜 啊 你贴了整五十万令吉 下去培养一个医生出来 结果 他毕业出来了 他一天都没有在马来西亚服务 直接去新加坡服务了 啊 然后一去不回头了 啊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 对于马来西亚政府来说 是非常浪费的 啊 新加坡是没有错了 啊 郭跟你讲 新加坡 他站在他国家的立场上来说 他当然是多多益善的 啊 你的人才过来啊 我们当然是多多益善的 难道你人才过来 我还跟你客气啊 我说 哎 马来西亚是我兄弟 他的人我不能撬 你慢慢等 全世界国际都是这样的 啊 这个是你马来西亚自己要反省 不是新加坡的问题 啊 所以啦 所以到最后了 啊 我还是那句话了 就是马来西亚真的是要自强 啊 所以你会看到啊 我的视频啊 我时常都以新加坡 啊 拿来作为跟马来西亚对比 的对象 为什么 新加坡就在我们隔壁罢了 啊 这个对比非常的鲜明 啊 我们马来西亚 如果是要努力要上进的话 总要有一个对象可以拿来对比吧 最适合的就是新加坡 地理环境跟我们一模一样 文化环境也差不多一样 啊 所以呢 新加坡可以成功 我们没有理由失败 啊 任何的失败 那你必须要找借口 啊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